晚上睡不好 有什么方法可以好睡觉呢? 刚刚讲了 精神不安定 睡不好 放小鱼苗 然后呢 再来 还没睡着之前 吓吓吓吓 念念佛 或听听闹钟 专心听 那你保持专心 慢慢 很容易睡觉 再来就是 帮助别人好睡觉 像我这个人一定好睡觉 因为我每天都在讲佛法 讲笑话 我从来不讲 让人家听了痛苦的话 不做那种事 所以一个人不好睡觉 还有一个 使父母忧恼者 使别人忧恼者 不容易露水 知道吧 就是别人看到你就很烦恼那种人 你保证不好睡觉 所以 要开始就多一点帮助别人 有帮助 再来 念一下 吼吓吓吓吓 晚上不好睡觉 像做噩梦的 要念 饿死一遍 吼吓吓吓吓 尊圣佛母舟 再睡觉 饿死一遍 吼吓吓吓吓 然后 这样也能安定睡觉